一项已协助申请不必还的政府助学金 由教育局立案的Rosami美容美发学院 目前由于经济的景气低迷 申请政府助学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数 那么如何省时省力的顺利申请到政府的资助 是立志从事该行业新移民普遍关心的话题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长期以来 Rosami美容美发学院成功的帮助了许许多多新移民 低收入以及失业者解决了就业大计 这家有着64年历史 有多名学生成为美国著名美发师的专业学院 面对当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 连带着政府助学金计划的细微变动 该学院依然不改初衷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负责人表示 在7月1号以后 你一定要带着你在两岸三地 你有高中毕业的高中毕业证到美国来 然后你要是达到有低收入的标准的话 我们就可以帮你申请政府99%的学费补助 对文凭有了要求 也意味着助学金申请条件有了提高 对于那些没有高中文凭的报名者 柔斯敏美容美法学院去怎样帮助学生 获得政府助学金呢 透过一个叫做学前的ATP的考试 透过这个考试 有些人说我英文不好怎么办 不担心 我们会帮助你 让你顺利的通过这个ATP的考试 据了解 目前柔斯敏美容美法学院开设有 美法全科 美容科 专业彩妆 彩绘指甲等课程 是大洛杉矶地区口碑最好 教学质量最高的专业美容美法学院 国际卫视记者唐李正 柔斯密市报道